今天最好 我覺得這是一本 可以讓人看待台灣 有更多可能性的書 如果台灣是一個藏寶盒 那這本書就是打開這個藏寶盒的鑰匙 我覺得這本書就是查理的金劇集 我常常翻譯說 哇 這句話真的是應該做成那個梗族有沒有 大家好 我是佳萱 然後很榮幸有機會 幫查理做到這一本書 那我自己在台灣 是從事出版編輯工作 已經有差不多十一年的時間 那一直中間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八旗文化 然後在八旗文化待了 總共加起來七、八年了吧 對 那一直都是在做關於政治、歷史 然後也有文化部分的書 那這本書牽涉到台灣的認同 跟文化的推廣 然後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對台灣讀者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本書這樣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張韻芝 我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那除了寫作的這個身份之外 我也在各大學或講堂 去跟台灣的民眾 去推廣東南亞文化 還有古文明的部分 那因為寫了這本書可以讓我 了解到加拿大有很多跟台灣很相似 然後卻有不同的文化脈絡 其實收穫非常豐富 大家好,我叫黃凱鈞 我的主業是翻譯書籍的翻譯 然後這一次受到佳瑄的委託 來寫這本書的稿子 這樣 八旗文化是一個算是在台灣 小有知名度 我們最廣為人知 大家一聽到這個名字可能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叫八旗 答案理由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的總編輯 他是來自中國 然後他本身是滿人 所以他是一個 那時候我們集團的老闆 就是我們真正的老闆問他說 那我們出版社要叫什麼名字 他說既然我是滿人 那我們就起一個叫八旗的出版社 對,那有趣的是說 我們出的書其實跟這個名字 也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我們出很多關於 政治跟歷史方面的書 那尤其是我們一開始是出比較多 關於中國史或當代中國觀察 除了這個中國觀察以外 我們也出了關於 中東跟伊士蘭的很多作品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八旗 就是這樣一個出版社 就是雖然深耕在歷史、政治方面 但是我們比較走一個小眾 或者是不同於主流的一個觀點的書籍這樣 對 好 因為我的爸爸是來自越南的華人 那台灣會叫他越南人 我媽媽是香港人 那他們是 如果說用移民來分的話 他們是所謂移民的第一代 也就是在台灣的政治術語裡面叫做新住民的身份 那新住民的子女就叫做新二代 可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發展 它是跟台灣的政策跟新南鄉政策是有相關聯的 所以對於新二代的想像 往往就會被貼上弱勢啦 然後能力比較差啦 中文不太好 對中文不太好啦 然後學習表現什麼都比較糟的一個狀態 歷史很短 對歷史很短 這個名詞出現之後 因為有大量的相關的政策 尤其是補助的政策出來 那還有文化活動等等的要去宣導 所以我就被抓出去變成一個類似代言人 或是文化推廣大使的一個角色 可是我發現我只要頂著新二代的那個標籤出去 我就會被當作我是一個弱勢 但是事實上我從小到... 現在你是強勢的 哈哈哈哈 我從小到大都跟其他的台灣人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有了這個名詞 我就被這個刻板印象定義成其他的所謂弱勢族群這樣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一直都是移民之島 所以每一代的人來到這邊 其實都跟大家一樣在這邊生活 他不應該刻意的被貼上某種標籤 對,這是我不喜歡新二代這個名詞的原因 我那個時候大學會選擇念阿拉伯語文學系 其實要講到更早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去了原住民部落的關係 那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在去原住民部落之前 我就是一個非常正常 然後優秀 好寶寶類型的學生 然後所以就是 生活經驗比較少 然後生活的框架也比較封閉這樣 然後是因為去了部落之後才 就是比較有意識到說 認識藝文化是什麼 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應該要怎樣去跟 跟看自己文化不同的人相處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在跑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上英文系 對,然後我有上阿拉伯英文學系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在準備面試啊 或是一些被誠資料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阿拉伯文化跟 就是對我來講跟部落的文化是有一點 我不是說他們的文化類似的 是說就是他也是同樣是一個我比較陌生 然後我比較不熟悉的一個文化 然後我會覺得如果能夠透過語言去看這個文化會還蠻有趣的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了阿安與西藏 然後其實真正比較有意識到這件事 意識到伊斯蘭這件事情 應該是我在大三的時候 去了埃及一年 接近一年的時間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畢業 又有因緣機會去了出版社工作 就我有當過兩年的編輯 那我會進去那間出版社也是因為他們想要出伊斯蘭文化的書 所以才找我進去這樣 然後後來遇到佳萱也是做伊斯蘭相關的書之類的 所以就是好像隱隱約約跟他蠻有緣分的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要說他改變我人生不如說他佔據了我的人生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對 所以自從住了編輯以後 就人生好像沒有其他的 沒有任何空間留給別的事情 對 但是你剛剛說到應該這樣講 就是從大學或年研究所 本質上來其實我的關切一直都是一樣的 就是對於歷史政治這些東西 我一直都是有好奇性 也有興趣 那只不過以前念書就是念書嘛 那你基本上是被動接受這些東西 或者自己做一些研究或自己好奇寫些東西這樣 那現在變成是說你必須讓自己有所產出 對那只是說你產出的角色是說我不是學者也不是作者 但是我是編輯 我的角色更像是說把學者很好的創意 或者是記者很好的觀察跟文章 讓他能夠用一般大眾比較能夠接受跟理解的方式呈現出來 我等於是扮演一個類似橋樑的角色 其實就跟你們現在做的事情我覺得是蠻類似 就是一個橋樑的角色 對 我的身分其實蠻真的蠻難定義 可是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從大學的時候我就在做獨立記者 就是獨立公稿給各個媒體 就包裝雜誌等等 那我一直對自己的期許是 我就是一個傳遞訊息的管道 那如果我看到有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是我覺得這個社會需要的 我就會去做採訪 然後調查 然後再報導出來 那後來就陸陸續續就開始跟出版業這邊合作 那我也在出版界待了幾年 包括2019年我從香港的出版社離開 然後回來台灣這樣子 那其實做的也都是類似的工作 就是我們去觀察這個社會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去採集主題 然後再把它轉換成大眾可以接受的內容 然後去啟發大家的思考這樣子 對 那其實做講師也是一樣的情況 那為什麼會變成要去當講師 其實是因為現在的人都越來越不看字了 但是讀書的人越來越少 可是大家還是有很強烈的需求 想要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就發現這個社會的講座越開越多 然後各種各式各樣的學校越開越多 就私人的也好 或者是公立的也好 NGO的也好 都很多 那於是我就被找去開課 對於是我就從一個寫字的人 變成一個講話的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做的事情都一樣 只是它表述的方式 跟使用的介面不同而已 因為我是2012到2013年的時候在埃及 然後那個時候是 就是他們所謂的阿拉伯的那個 茉莉花革命那個浪潮 把他們的獨裁政府推翻下台之後 又選上了一個總統 然後但是那個總統 當了大概一年左右 就是又民怨四起 所以又再次發動了一次抗爭 有一次是曾經經過那個 就是他們開羅最大的抗議的現場 就是解放廣場 然後有一次是經過那裡的時候 就有被要求要看政見 就是他想確認你的身份 所以那個時候就被要求要看政見 然後就跟幾個 就是我們都是台灣人兩三個朋友這樣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很抗拒 就覺得為什麼要給你看 就是我又無緣無故 而且你又不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給你看那個政見這樣 對 但是後來就 後來就旁邊就有人 因為他們就是 就是人越不越我越多 就快要吵起來 有些人就說趕快給他看一看就沒事了啦 所以後來還是給他看 而且他也要求我們看我們抱抱 對 其實那一次的經驗是蠻不好的 老實講 是這樣 在做你們怎麼去 將加拿大人呈現台灣文化的同時 其實我也是重新認識台灣文化 其實你也在顛覆我們對台灣文化的認識 對 我覺得你書裡面有一句話很好 就是說 通常其實台灣人自己對台灣文化 都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然後我們就一方面會說台灣文化就是什麼 那另外我們會說台灣文化就不是什麼 但是反過來說到底誰可以說什麼是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是個固定的東西嗎 其實好像根本不應該是 台灣文化是一直在變的 所以我覺得我很期待 就是說這個東西可以讓台灣獨者 一方面是說知道說 其實你看我們一直台灣人來說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東西推廣出去 但是說實在台灣文化 因為台灣相對來說你是島國嘛 你跟別的國家不管是語言或地理上的障礙 沒有直接的交流 不是那麼頻繁 但是其實當你到了外地 你要去跟別人解釋台灣文化 甚至要讓他們證明說 台灣文化是你可以喜歡 你可以覺得需要的 你常常在講說 台灣文化不能只是被看到 是要被需要 當我們在台灣人要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去一直思考 到底什麼是台灣文化最核心 然後最可以對別人來說 會有價值的東西 對 大家其實來自不同的時期 那也來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在看台灣文化的時候 其實從小到大 我也都一直很疑惑 為什麼好像只有一個樣子 但這個樣子好像無法 避免所有人 所有的人都不是教育體制 上面建構出來的 我們要認知的所謂台灣 或要認知的所謂中華民國 對 就是一直有那種 好像事情不是這樣 但是我又說不上來哪裡 怪怪的那種感覺 大概十年前開始 就是進入文化資產保存的這個領域 然後一直在這個領域耕耘 那也跟著工作團隊 跟著我們的老師 然後同學去 就在台灣上山下海 去各個地方去看 每個地方可能冰尾 或即將凋零的這個 過去的傳統 然後就發現這個多元性 真的是多到你沒有辦法定義 然後課本完全沒有教過 這個就是 實際上我們的生活裡面有的東西 但是不是我們腦海中 記憶的被教育的那個台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落差 可是也讓我明白到說 其實所謂的文化就是這樣的事情 你必須要從生活中 從你實際的經驗當中去實踐 然後去認識 這些東西都不是學校會交給你的標準答案 所以你說有沒有一個 一句話最核心的那句話 或是最核心的觀念 去理解台灣是什麼 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它是一個持續在變動的過程 而變動這件事情 或者是持續在推演的這個流動的狀態 可能就可以回答 我們剛剛要找的這個所謂關鍵吧 就你說台灣性是什麼 我就會說它就是流動 對 這個是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有的感受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是在寫加拿大 還是在寫台灣 怎麼覺得好像寫起來 都有很多很多共通的地方 對 那我們要跟加拿大的讀者介紹台灣 是介紹一個 原來台灣跟我們這麼像 還是我們要跟台灣的讀者介紹說 原來加拿大跟我們這麼像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常常在擺盪的一個 有點難拿捏的一個觀點 但其實好像應該要 兼顧這個 不同的地方的華裔復旋 因為其實所有離散在世界各地的 的人應該都有類似的感受 我相信不管你是哪一個族裔 然後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這本書 因為查理的 在訪談的過程中 講了很多什麼是加拿大 對 比方加州捲這個東西 是加拿大的日曆廚師研發出來的 然後丁桑這個東西在加拿大 是代表性的美食 丁桑就是台灣講的港式飲茶這個東西 對那這也回扣到我一直在思考的 叫做到底什麼才是台灣的在地美食 我過去會說台灣沒有沒有台灣菜這種東西 因為台灣菜都是從外面來到台灣之後 在交融再出現的 然後它的基底是可能是月菜系 可能是這個蔗菜系這樣 可是在寫完這本書之後 我的整個觀點就完全不同 就是對它的源頭可能來自很多原理 可是它在台灣產生了新的味道 然後也產生了新的很多的做法 比方說最近很紅的 叫做台式馬卡龍對不對 喔真的 對 它可能本來就是 那個形式是法國的那個馬卡龍 可是在我們很小的時候 台灣人怎麼吃得起馬卡龍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做出長得很像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小時候就是吃一些小甜點長大的 其實不只是這個 就很多很多包括月亮蝦餅也是 大家都以為它是泰國菜 但其實是在台灣的泰國餐廳 研發出來給台灣吃的一道菜 然後後來紅回 據說後來紅回泰國 真的嗎 對對對 就是因為兩地交流很密切 所以現在泰國也吃得到月亮蝦餅了 就它其實是一個 回到我前面講 不斷來流動的過程 可是在這片土地上 我覺得非常珍貴 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來台灣 多了解的事 這片土地就像一個很巨大的搖籃 或者是一個很巨大的培養名 所有的事物來到這片土地上 它都有可能開出新芽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有非常多極端共存的一個地方 蠻混亂的 那個混亂並不是說 我們什麼局勢很動盪 倒不是 而是 我覺得台灣人沒有一個所謂的共識 這件事情 但是這另外一個講法就是 我們其實是容許很多聲音在這裡存在 所以我覺得這或許也是為什麼 台灣跟加拿大可能很像的點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偏向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空間 我自己個人的 會感受到台灣跟中國問題 其實也在我去埃及之後比較有感這樣 因為我在埃及有很多中國籍的同學 就是會比較直面的面對到國族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台灣文化呢 我在寫這本書之前呢 對加拿大的認識幾乎是零 因為我大概唯一跟加拿大比較有接近的就是 上兒童美語的時候呢 我的老師是加拿大人 然後我寫完這本書之後 然後我才就是聽Charlie講啊 然後也聽那個團隊夥伴們 然後還有因為過程找一些資料才發現說 原來就是加拿大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價值是一件這麼重要 而甚至可以放棄憲法裡面的事情 就這件事讓我非常的驚訝 我覺得有很多比較隱性的問題存在 就是你說台灣對原住民的壓迫程度 雖然說我們沒有像加拿大那種技術學校 非常明確而且系統性的去壓迫他們 可是比如說原住民族群在台灣就是處在一個 社會經濟的一個弱勢 它是一個整體結構上對他們不利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狀態因為沒有那種很明確的慘劇發生 所以大家好像就覺得這個好像還好這樣 但是其實它也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也有那個傳統領域的問題 但是在台灣就還做不到說可以像加拿大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剛剛佳生講到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試他為加拿大 我就想到我高中的有一個英文老師 然後他的先生是美國人 所以他們生出來的小孩就是有白人的臉孔這樣 但是因為那個英文老師他其實是非常台派的人 他在家裡是跟他的小孩講台語 所以他的小孩雖然是一臉白人的臉 但是他的台語超級好 可是他在學校永遠被視為外國人 即使他講的台語即使或是他國語 就是有的可能外國人在這裡 就是中文已經講得超級流利了 然後但是有人看到他就會說 哇你中文講得好好這樣 對不對就是我覺得我們還沒有那個 到那個程度說 把一些外來的人都可以視為自己的一部分的狀態 就是雖然說我們文化之間沒有很明確的衝突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就是加拿大比我們前進一點的地方這樣 所以 就我也很希望就是 台灣人可以像加拿大的狀態就是比較意識到說 不管是什麼長相或是什麼族群的人 他都有可能是台灣人的這種狀態 因為我爸爸那邊是越南華人嘛 所以在1970年代逃難潮的時候 我們家 就我爸爸他那邊的親戚 就包括我爺爺奶奶 然後他的兄弟姐妹 有一半都逃到加拿大 應該說是被加拿大政府接收 所以我們家有非常多的家人在加拿大生活 就是 家人他們會一直跟我們聊 就是比較像是旅遊觀光的景點的這樣的內容 不然就是跟我們講 有楓葉啦 或是有鮭魚吧 然後要不然就是我們小時候的那個 看清秀家人的影集 知道有愛德華王子的道 其實都是景色美麗這件事情 那 嗯 寫了這本書之後 就發現其實加拿大 他面臨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跟當時大英帝國在全球擴張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之前我在澳洲待了一年 其實那時候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白澳政策他留下來的社會衝突 不管是原住民的這個轉型正義問題也好 你到每一個產政去 其實都在進行原住民的藝術的展覽 然後去控訴過去的那個文化屠殺這件事情 然後寫了這本書才發現 原來加拿大看起來這麼和平的祥和的地方 也有一樣的歷史 那同樣的就是 這個問題其實在世界上各個地方 不管你是不是殖民地也好 或者是後來成為一個移民國家也好 其實都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在大部分的地區 這樣的衝突都很明顯 可是在台灣好像反而相對的比較溫和 族群之間的那個對立沒有這麼的嚴重 隔閥之間隔閥沒有這麼的嚴重 所以回扣到我們這本書的宗旨 就是台灣可能可以是世界的答案 也許我們可以再來探尋台灣的文化 為什麼可以讓這樣 各式各樣不同族裔的人都可以在這座島嶼 相對的和平生活 做這個書裡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點 讓我對加拿大突然肅然實境 就是你之前有講到那個 Land Acknowledgement 那這件事情 土地宣誓是不是 每次活動之前你們要去講一段話 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這個 列出八個原住民的部落的名稱 然後說其實這塊土地本來是他們的 是我們在這個 很感謝他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用過這塊土地 但是我發現它可以把這個東西上升到一種 好像類似我們要唱 每次看你以前要唱國歌的這種程度 我覺得這種宣誓性的東西 不管你說它是不是真心也好 或者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表態也好 我覺得會願意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件讓人蠻敬佩的 就是至少它有做出這個決心來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國家是在不斷地反省 不斷地讓自己要往前進 不斷地試圖讓自己能夠 各個族群融合在一起 我前陣子看過一個報導是說 過去幾十年來 這個世界上就是每個國家 西方進步國家都會開始收容難民 當然主要的收容難民最大的國家是美國 但是2017還2018 有一度是被加拿大超越了 所以加拿大開始收容難民的每年的數量 是全世界最高的 透過這些東西你就慢慢看到 其實加拿大是一個不斷地在進步 或者是不斷地在修調整自己 如何去看待這個外在世界的一個國家 這點其實是讓我特別感動 也特別尊敬的 然後我覺得也剛好是在這個條件之下 台灣文化其實可以不斷地越來越成功 一旦一方面我覺得也是加拿大社會願意 去讓不同的膚色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的組織 成為我們加拿大人的一部分 就是因為有很多它其實是在一個概念下 發生著不同的事件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重新組織這個概念 或是重新組織事件的始末 這個是在操作上比較大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樣找到一個溝通的口吻 去向我們的讀者去訴說這一段心路歷程 然後我們的讀者是誰 這個是必須要很明確地去界定 但是這也是我們在過程中 不斷修修改改修修改改的一個原因 在當地的空間經驗 就是身體的記憶 其實對於書寫是非常重要的 對啊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在現場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非常 倚重Charlie的記憶 還有相關的資料 然後去重建那個場景 不過其實這個也很像我們在做口述歷史 或者是我們在做從古文獻去重新建構 某一個可能已經過去了 現在不會再重現的時空 是類似的工作 所以也不能說太困難 但我覺得這一點對我來說蠻困難的 也是覺得蠻困難的 然後努力冠就是真的是沒有去到現場這件事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倚重我自己本身的經驗跟感覺 有時候可能不一定寫出來的東西有多大不同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種 寫下比較有信心 對…比較有信心 對…之類的這種影響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是這本書困難的地方 不過我想運輯一定也是 就是其實很多故事本身還是都帶給我們蠻多力量 我覺得寫這本書真的讓我覺得蠻受鼓舞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們的同溫層 就是可能我們的同溫層都是比較習慣批判台灣的很多事情 然後常常會覺得台灣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這樣子 但是就是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Charlie也有跟我講說就是其實 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這樣 對 只是他們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在努力 在我們社會的不同的角落在努力著 然後我們或許不認識彼此 但是透過台灣文化節 然後透過你們的描述 我才知道說原來這群人其實是存在的這樣 就是我們的同溫層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再厚一點這樣子 所以會覺得比較有信心一點對台灣 我很認同凱鈞剛剛講的 因為其實之前我一直在台灣出版業工作 然後就覺得看到那個書籍銷量的數字不斷的 還好你現在不在了 你現在站的話還是更慘 對就是有很大的一個挫折感 就是我們在試圖想要跟我們的讀者溝通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有一個更宏觀的視野 或是對身邊有更高的堆穹等等 可是沒有人理我們 對這其實是很失望的 那我那個時候是懷著這樣的失望去香港 可是當然後來香港就發生事情我再回來 那就覺得 而且台灣好 回來才發現台灣真好 就是台灣它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它可以很溫柔的去承接住很多事情 那可是對於這個不管是知識的追求的淪喪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水平的下跌也好 這些現實都還是存在 所以普遍我們的同溫層會呈現一種很 焦慮 對啊焦慮 甚至是沮喪的心情 可是這一年多來跟嘉軒跟凱鈞 跟台灣化解團就一起工作 我其實真的是 這不是場面化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受到非常大的鼓勵 就是原來不是我在堅持這種傻傻的事情 就是我常常看嘉軒的臉書 我會在想 嘉軒你這不是在講反話嗎 你可以講出這麼高大上的 也許有的時候是反話 對就是原來你相信 原來不是只有我這麼傻 原來嘉軒也傻傻的 然後對 傻傻的去相信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人世間 還有更高的價值可以追求 我覺得能夠找到 能夠遇到你們真的是 你們真的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太感動了 太感動了 給我很大的鼓勵 謝謝 太感動了 最了不起的就是說 看到這麼大一群人 真正的很努力的再去反省 台灣到底是什麼 然後試圖說服別的國家 別的族群的人說 知道台灣其實有這麼多很好的東西 這個努力的過程 我覺得本身可能比 就已經回答了台灣到底是什麼 就是一個不斷去反省跟追尋 然後跟分享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這個整個工作 都其實都蠻令人蠻感動 跟蠻振奮的這樣 裡面很多東西是比較小細節的東西 但是在我們看來 其實對台灣人來說 其實是蠻震撼的 或者說原來加拿大人會這樣想 比如說你一開始第一章第二章就提到說 那時候加拿大內部有爭議說 我們應該怎麼去稱呼台灣文化節 或者說我們要怎麼去 因為中國那邊會抗議嘛 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那時候是湖冰中心嗎 還是有一個 對湖冰中心 就寫信跟你們說 你們怎麼稱呼自己 怎麼認定自己 我們就是用你們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事情 只是怎麼稱呼這件事情 但你看得出來他對於 不同的人如何看待自己 他是一個絕對尊重的一個態度 他不會說從政治 或者是從商業的立場來看 而是說你怎麼看待自己 那我也怎麼看待你這樣 我覺得這都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對加拿大人好像就是 喝水一樣自然 就是空氣中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在台灣也還要在 學習跟跟對 他是一個不同的 完全相反的思維 就是我們的受教育過程是 我們透過別人的肯定 來定義我們自己 可是在加拿大似乎是 你怎麼定義自己 我就怎麼定義你 我尊重你的自我表述 對我覺得這是我們 應該要好好的去努力的方向 我覺得這是一本可以讓人看到台灣 有更多可能性的書 如果台灣是一個藏寶盒 那這本書就是打開這個藏寶盒的鑰匙 我覺得這本書就是查理的金劇集 我常常翻譯一翻譯說 哇這句話真的是應該做成那個梗圖有沒有 然後翻個全台灣人 然後我常常說覺得跟大家說說 你這個書全台灣每個出版人都應該來看一個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關於文化跟自我價值的肯定 我覺得就像你在辦台灣話集的時候 都會有擔心說有些台灣人認為那不是台灣文化 那其實在我相信很多台灣人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一開始也會覺得說 你這個書在說台灣文化 但是我認識台灣文化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從我的編輯端來說 我必須去想辦法克服的一個問題 對因為很多人真的會覺得說 他想像台灣文化就是那個 比較刻板之類的 就是珍珠奶茶跟雞排這樣 那如果 我覺得這個變成是我們要跟讀者溝通的一部分 如果你想像的台灣文化就是有一套模式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欣賞這個書裡面比較特別的東西 對 如果我的話我倒是會覺得 就是有些人台灣人可能會把它視為一個新的典範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蠻愛找典範 就是想要follow某個東西 承諾的案子比較 對對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本書並不是這個用意 並不是要設一個典範讓你去追隨 而是告訴你說有很多的可能性這樣 我其實看到這個書名的時候 第一個疑慮就是 因為台灣台灣的社會非常習慣標準答案 就是剛剛講的這件事 台灣如果是世界的答案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標準答案 這個會是第一個知覺 可是我們要梳理頭的目的就是要顛覆這件事 就是台灣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但它會是很多的答案 一種答案的方式 嗯 熱心公益這一塊吧 就是我們可能 就是我覺得我們很多人 一般人可能不一定會想到很深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我可能不會去想那些 可是當有一個需要的人在你面前的時候 我相信台灣有很多人是會願意去幫助 包括最近最有名的我們收到的反饋 就是那個日本311時期的那個時候 對 就是像比如說 可能某個地方有症災 台灣人就是會很願意 比如說捐錢啊 出錢出力啊 或者是現在疫情也是 對 我覺得這是蠻溫暖的地方 從香港回來 我覺得那個感受非常深刻的是 就是當大家一知道你已有需要 大家會想盡辦法來幫你 而不是去先去思考 我們的那個厲害關係是什麼 這個是台灣人很有趣 我們常常會說台灣人有一種懵罵 就是憨膽 就是他不會去思考說 我來幫你這件事情 會對我造成什麼傷害 沒有 我就想說 你需要幫忙 我趕快來幫你 但是我這個幫你會不會害到你 他也不會去想 對 就是很想要對別人好 那這種 這種個性我覺得是很可愛的 對 很溫暖的 台灣的溫暖在於說 你首先你不能看電視 你也不能看網路 或者說你要捨得盛選 你要看的媒體 我覺得如果有時候你看一些特定的媒體 或是你會覺得 哇天啊 台灣夠王國了 那我自己最近有一個生氣的體會就是 我前一天開始加入 因為我們這個辦公室在新店 然後我住的地方也在新店 為了加入新店的一個地方社群 然後在疫情這一段時間我就發現 其實你看網路 就是大家都互相指責 說為什麼疫苗不夠啊 為什麼是打程序有問題啊 然後打了以後怎麼樣 要打哪一個啊 然後疾管中心什麼是沒做啊 程式中怎樣啊 為什麼疫情會爆發啊 都互相罵 那看起來好可怕啊 就覺得哇台灣怎麼都這樣 然後你都不會去想想人家工作多努力 才有才勉強把疫情控制到這種程度 只因為短期間一些疫情上升 就把人家罵得這樣 但是我在那個新店的那個社群 我相信其他地方社群可能也都這樣 因為社群人完全的語言 跟他們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 都是說 喔這個小麵攤的老闆娘 默默的捐了多少麵 去給醫院或者是給學校 或者是給消防局 而且然後下面都是一群人 都是在支持跟按讚 然後而且不是只有一篇兩篇這樣 是好多篇都是這樣 其實雖然在社會上確實有一些 不管是被政治操弄 或者是有什麼情緒或什麼之類 或是意識形態的衝突 有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但其實我覺得回歸到一般人的生活 你發現其實大家都還是蠻 蠻正向蠻肯定 然後蠻願意付出 然後也蠻願意去關懷別人 對 所以這個 這個是台灣蠻溫暖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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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